消息房价居高不下 台南市包租贷款计划也将再推出1600户 台南市长黄伟哲出席记者会说 市府未来将持续提升专业租赁服务品质 想象情况连线记者陈佩纯 好 主播各位观众 买房租房是民众生活不可或缺的一环 那中央社会住宅包租贷款计划也进入了第四期 台南市也目标再推出1600户 不只要协助民众能够租到房子 还要持续提升专业租赁的服务品质 那这回也将新增据点 强化拓整西北地区的包租贷款服务 那马上就带来听一段市长黄伟哲访问 长久以来 这个租房子都常常房东房客会会碰到 既期待又怕受伤害 既怕自己的房子闲置 又怕碰到二房东二房客 这样子的话 事实上往往会让租市场的发展 比较变得齐形 所以我们在第一期的包租贷款 全台南市只有371户 成交 到第二期变成1155户 成长了将近三倍多 不仅是可以省掉税 很多税金可以减免 也可以省掉费 很多费用 政府可以帮忙支出 那中间买卖租赁双方又可以获得保障 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举输赢 好那是可以听到启动包租贷款的政策 引入专业单位的服务 对于房客来说 租屋更加容易符合资格 还能申请租金补贴 而对房东来说 只要委托业者 没合房客成功 还能减税 甚至是有补助 未来市府也将增加更多的服务据点 让大家在住的方面 都能够多一个选择 获得保障 以上为你掌握消息 闲尽讨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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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